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金蛇頭口袋名單 今天我們來到了宇都 基隆 港邊 基隆聽說有一半的時間會下雨 我們今天難得天氣那麼好 你確定? 好了,我們事不宜遲的趕快出發好了 因為基隆有很多小店 我們今天帶大家去探索一下 好,GO 基隆火車站 講當初大學的時候,我們在上面看過夜景 你跟他們兩個人喔 還有誰? 什麼基隆啊 我們那時候好像有開車上去 蛤? 沒有你啦 不是,不是,我們同學啦 我們不是,我根本不是同屆的啊 學長沒辦法猜 排擠啦 排擠 第一家是基隆在地的甜甜圈 但是它的甜甜圈很特別是 它有夾蟹 而且有鹹有甜 其實我看到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跟我們上次去韓國吃的那個 NATI的甜甜圈蠻像的 它不知道口味上有沒有不一樣 它真的夾蟹蟲蟲,你看這芋頭 滿足出來的 包出來了 芋頭,一定比田圈好多人 它是低芋頭,一整塊 真的喔 你像人家人洞芋那種整塊芋頭 然後我們剛好不喜歡吃芋頭 沒有 沒有 不是 喔,線跑出來了 它吃起來是有嚼勁的那種很鬆軟的麵包體 然後 確實它的油味啊 幾乎沒有 我覺得是乳香比較重 結果它卡士達也很滑順 有沒有看到 完全沒有顆粒 然後甜度也適中 然後那個麵包你越嚼 那麵粉像是就一直被咬出來 那很好吃耶 等一下等一下 喔,這個餡 很好吃耶,很喜歡 好香 它是突然間像肉包 對不對 它是 在裡面耶 肉包啊 很厲害 它就有點鹹甜鹹甜的 然後確實像你剛剛講的 它麵包體是滿鬆軟 然後 可能是鹹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油耗味幾乎沒有 是滿香甜的 但我自己私心會覺得 我希望咖哩內餡 可以再多一點 這樣看起來 沒有像你剛剛卡士達直接爆出來 對 但是整體調味是滿捨不來的 我第一次吃到 對 而且就 不用去韓國啦 那麻煩了 雞翁就有啊 而且它鹹的會不會更有特色 我第一次吃到這種 我覺得可以試看看 我剛剛看到它有那個 加煉乳進去耶 喔,對 我覺得它很好吃耶 沒有鮮別度 沒有鮮別度 還有其他的形容詞 還有其他的形容詞嗎 大姐 不會很乾啊 然後很滑 是滑順 可能是因為有加煉乳 所以比較 比較更順一點 怎麼樣大哥 好吃耶 就跟它一樣 然後呢 你跟人家鮮別度怎麼樣 然後呢 它是蜜芋頭嘛 嗯 所以它的質地 跟你一般那種 鹹的芋頭那種 桑桑 完全不一樣 它很順啊 我們完食了 城市之味的甜甜圈 零分時間 3 2 1 4.5 4.5 4.5很高耶 4.5啊 因為我覺得 我吃甜甜圈 其實我很怕吃到嘴巴都是會有油味 但是我覺得知道這一家 吃完之後嘴巴是沒有油味 我不想要去喝水 沖淡那個油味 我覺得我就可以給到新的油味 確實 而且因為它放兩家 竟然還是有這種口感 我覺得真的蠻不容易 對 你自己其實後來比較推卡士達口味的 因為甜跟柔順其實是非常的融合 好 下一家據說是一個網友 從小吃到大的 啊 五十年老店 所以我們這個網友已經 五六十歲了 對 是一個日式的小點心 對 它其實是一個攤車啦 它這就是名古屋耶 蛤 你就到名古屋了 這個就是好像比較特別啦 叫白頭翁 它就是日式點心的 對 好 我們現在吃白頭翁 我真的沒有吃過 我本來白頭翁是鳥 是鳥 是鳥沒錯 是鳥 對啊 它的紅豆沙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就是它顆粒感很重 它就是咬得到一顆一顆的紅豆 然後帶點皮 所以我覺得它的食感來說是豐富的 蛋白霜加上玉米粉 然後一樣是蒸熟 所以我們本以為它是脆的 沒有 它就是 也是軟的 只是提升一點甜味給它 它其實沒有口感 所以它其實整體是這樣 就這樣很 這樣吃一球 紅豆泥 嗯 對我而言 就是 好乾喔 但是它是香甜軟弱 對 是沒錯 如果你愛紅豆的話 那 OK可以吃 大白是愛紅豆的人嗎 我是愛紅豆 嗯 但是純吃紅豆牛 我就覺得很不太 這個銅豆沙 你不要 很特別耶 為什麼 你幹嘛 這晃個屁啊 對我第一次吃到長條的銅豆沙 對而且它是一層 然後有點像是春捲吧 包起來啦 啊它不是 銅豆沙它不是紅豆嗎 沒有沒有 我們其實奶油的啊 哈哈哈哈 阿姨你可以加開那個紅豆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個 對不起你剛剛那個紅豆 嗯 我覺得它至少有一個層次吧 對 而且它其實蠻入口奇怪的 喔 好吃 這一款反而OK 它有一個黏性在 嗯 而且一入口之後 那麵粉的香氣 對那個蛋的香氣 其實是很遺人的 而這個反而就是 我覺得 比較有搭配啦 3 2 2.5 對我來說它就是 算是一個當地的小吃 來體驗看看 就是很像市場裡面 會出現的啦 不一定說 本地才有的這種 所以我會分數 沒辦法給太高 就是因為 對 這個好像我家巷口 市場口會吃到很多吃 好像不用特地跑來吃 對對對 至少它讓我們知道 就是白頭翁這個東西 對 它其實真的是一個日式的點心 嗯 那它有把這個做法就串下來 好 讓大家認識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 對對對 達到我們這一個目的 好那加一分加一分 哈哈哈哈 所以不用拉票了 好 我又負責拉票了 嗯 好 好 剛才看了一個不舒服的小短片 好危險耶 我們要回顧猴島的經典橋段 這邊可以過過當初期的肝影耶 這是那個千禧賣過 你是肝影 我是肝偶 肝偶 我們今天接下來這一家是 藏身在市場裡面的甜點店 玩樂在一堆美食中間耶 它很濕潤耶 而且它就是一個清香味 它其實沒有任何紅蘿蔔的質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上面那個乳酪酸 我覺得滿驚喜的 剛好有搭配 我覺得非常推薦 不吃紅蘿蔔的人來吃看看 尾韻的核桃是很香的 嗯嗯嗯 而且這種口感真的第一次吃到 像糕嗎 糕跟的QQ 糕跟的QQ 糕跟的蠻特別的 水分比較多這樣 我們現在要吃的這個布朗尼 然後它是有香蕉在裡面 我覺得它也是下得到好多 我覺得它麵粉跟巧克力的比例 我覺得是我喜歡的 它有嚼勁 然後同時也可以吃到巧克力的苦味 那它的香蕉其實是吃不到 可是它香蕉是把它融合在整個高體裡面 這布朗尼本身裡面 所以你每一次咬下去口水進來 香蕉味道就會出現 有點偏甜的狀況之下 它下面搭的比較沒那麼甜的花生醬 放上去蠻多層次的 3 2 1 4 4.5 欸 不錯耶 一次的好評耶 對 你先說囉 我給那個布朗尼啦 喔 沒有 我比較吃甜 布朗尼它的甜度也是稍微比較 比較沒那麼甜 嗯 可是因為它有用那個花生醬的巧思 我覺得那個搭配不違和耶 對 我自己比較偏好紅蘿蔔蛋糕 對 因為它甜度是符合我比較喜歡的 它把那個紅蘿蔔跟核桃整個打成的口感 對 有點像很貴 但是你又不會很黏膩 對 所以我其實覺得還不錯 下一家號號稱 是基隆地表最強提拉米蘇 有網友說 對 如果有什麼提拉米蘇新人要來 它就是代表地球參賽 真的嗎 其實它是一家咖啡店 但是她老闆娘自己有做一些甜點 反正很多人衝著甜點 它其實餅乾比我想像的話再多一點點 它的乳酪性比較少 因為其實是很夠的 奇妙的地方在於說它每一種東西都有達到標準 就是可可粉 然後咖啡的味道 然後嘴巴會有一個酒香的韻韻 酒感比較少一點 對 不過應該蠻符合大眾的要求 這個酒味 哇還OK 我還沒有喜歡太濃 嗯 桶花順很好吃 對 3 2 1 4 4.2 我吃提拉米蘇我的感想是 它就是一個模範神 它該有的都有 但是就是說如果在創意上面 當然它就是因為遵循古法 對 沒有一個驚喜感 驚喜感就是說 它就是一個你想吃到的正統提拉米蘇 這樣子 因為老闆也說他用的酒就是經典 原本是咖啡酒 它就是一個酒感比較低大概20%的葡萄酒 對 所以它不像現在藍母酒 它可能酒感會那麼強 對 所以我反而對於它的後面吃的那個 楊麗乳酪塔 對 那個很好吃耶 對 我反而覺得它比較切中我 我喜歡的 然後咖啡是真的蠻厲害的 它espresso 和那個美式 都很讚 大家有機會來試看看 好 那我們下一家 好 下一個點 好 下一個點 這個 今天我沒有來過 這裡就是被網友稱作台版的威尼斯 真的假的 這裡啊 彩虹 彩虹屋 它其實滿有特色的 對啊 它整個彩繪漁港 有賣大塊的 這個是棉花糖的布朗米 然後上面是有炙燒過的 嗯 好 就是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口感 其實麵粉感的 感覺很少 就是很喜歡吃聖巧克力 但是我覺得它入口的感覺 就是說它不用去咀嚼 它只要含在嘴巴它就化開 然後搭配一點柚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要形容它像布朗尼 其實我覺得用柚子聖巧克力 會比較符合現在的口感 切花椒耶 一開始就是一個香氣 可是你把它全部咀嚼之後 嘴巴裡開始就是會慢慢慢慢慢慢 現在有沒有感受到的嗎 你是 他在這邊 他覺得不住 現在才開始 我舌頭不會拉 不會 它是在喉嚨 它不住在喉嚨 就是麻麻的這樣子 最前的青花椒的香氣 最前最後的喉嚨的 就是麻感這樣子 真的很特別 那水 3 2 1 3 像我之前叫布朗尼 不是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100個做布朗尼的 就會有一半種不同的做法 對 那它做法是比較屬於 偏深巧克力的那種感覺 嗯 如果你喜歡巧克力感 重一點了 那芝加感會合你的胃口 對 我比較喜歡粉感 喔 外面可能還有一點酥脆那種 對對對 好 好 那就下一家 不過現在已經下雨了 終於我們又一雨成蹭了 不愧是雨都 一年有190幾天下雨 喔 雨女一出來馬上一次 對 包頭大雨 有點淒涼啊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看這個景象 有點淒涼 好 接下來這一家呢 聽說是我們的企劃幼稚園 打腿啦 他的口袋名單 對 他願意從中和騎車喔 騎機車到這裡 有沒有一小時 一小時嗎 有吧 哇 不知道該說是青春還是該說傻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它奶酒味道其實酒精沒有那麼重 只是偏甜一點 那它焦糖本身也不是做很苦 不過我覺得它布丁本身的口感都滑順 那麥球的冰淇淋在布丁上 讓我趴它當無聊自成冰淇淋 所以可能它會比較堅硬一點 但其實沒有 它布丁還是口感很滑 吃不到任何的顆粒 它是剛剛的表皮是脆的 但裡面的水分就比較多一點 但我覺得它配上這個果醬之後 我覺得它層次有被拉出來了 菩薩茶的味道就沒有那麼強烈 但是它的部分的果醬 應該是滋滋 我覺得它都出來滿香 很新鮮喔 我這樣講可能很不客觀 因為我吃了很多甜的 我現在吃到鹹的 我就是滿滿的幸福感 好好吃喔 然後 你知道菇放了很多耶 我現在嚼勁來源就來自於菇咧 然後剛搞出來的鹹派就是這個 沒辦法抵擋的魅力 天啊 但是我今天 阿比陀佛 我不會這樣 很不客觀 很不客觀 很香很香 因為其實滋味 也不會非常的香 我覺得它的鹹派也算不錯 滿優秀的 三二一 三二一 四點五 你給最高 我會給這個分數 是因為這是我今天整個吃下來 我覺得最舒服的一家 不管是店內的空間跟尾 還有我覺得它的食物雖然沒有很複雜 可是我覺得它是很簡單但恰到好處 我給四分是因為我給布丁阿 因為那個奶酒冰淇淋跟布丁的結合 可是雖然我第一次吃到這樣的感受 我本身是覺得它那個鹹派 在吃甜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鹹派的加入 讓我覺得很舒服 我本身對於司康的要求 我就希望說它整體再偏乾一點 但它裡面是比較濕潤的 這部分我覺得不是我太喜歡的口感 但它那個果醬好像是 我們身上都想要外帶 果醬真的好吃 果醬好好吃喔 果醬不錯 好 好 我們現在是來到那個 遠離市區了 暖暖 我第一次來暖暖 我也沒來過 這是我們企劃柚子它找的一家甜點店 它是一個去法國廚藝的甜點室 然後回它的家鄉開的一家甜點店 它上面的 這上果凍嘛 對 那美酒味其實滿香濃的 它有一點微微的苦運 然後所以會把下面巴斯克的 也就是甜膩中和這樣 對 所以整體我覺得滿和諧的 然後加上就是 用鮮奶油去再輔佐多一點的滷味這樣子 嗯 蠻特別的 我覺得非常正統的檸檬塔 酸味也夠 哦 咖啡也很酥 好吃 咖啡也就是清爽的宜人 沒有什麼遺憾啊 檸檬塔我也是越懂越懂 嗯 你要等你吃完再說 嗯 咖啡也很酥啊 啊我那個酸 很爽啊 很爽啊 在後面啊 它不會馬上喔 對 一個後進 師傅 來了 來了來了來了 講不出 哇 哈哈 你哭 你哭 真的在顫抖 真的是怕酸的人 啊 怕酸的人的反應 有沒有好酸喔 可以耶 3 2 1 4.5 因為它價格105而已 喔105而已 那我再加0.1分 哈哈 非常的有層次 對 我覺得也真的是無可挑剔啦 塔皮 我本來以為它烤得好像沒有很熟透 不過它還是很酥脆 然後檸檬的酸 我覺得它就是把那個酸表現得很極致 我覺得是打中我的心 所以極酸滿有層次的 對 而且各種種類好像都接觸到了 布丁布朗尼 然後檸檬塔 希望下次還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吃 謝謝大家 掰掰 這裡是台版威尼斯啦 希望以後可以去真正的威尼斯 又來了 又來了 又在這邊畫大筆 又在這邊開支票 我覺得台北某個百貨公司裡面 是不是有什麼威尼斯感覺啊 澳門啊 澳門那邊有威尼斯 先從澳門好了 比較近啊 去吃蛋塔 喔 對喔 欸 蛋塔啊 澳門甜點 喔 可以啊 你們講的喔 害你們怎麼這麼會實現 下一站澳門海外金舌頭 從這邊出發是不是 你要去哪裡 船要開了喔 走啦 什麼東西 你呢 走啦 哪一場 你呢 你呢